7月5日,教育部发布了 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,公报提到 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.92万所 比上年减少5610所,下降1.90% 其中,普惠型幼儿园24.57万所 比上年增加1033所,增长0.42% 占全国幼儿园的比例84.96% 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.55万人 比上年减少177.66万人,下降3.70% 其中,普惠型幼儿园在园幼儿4144.05万人 比上年减少74.16万人,下降1.76% 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例89.55% 比上年提高1.77个百分点 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4.91万所 比上年减少5162所,下降3.35% 并有小学教学点7.69万个 比上年减少6690个 小学阶段招生1701.39万人 比上年减少81.19万人,下降4.55% 再校生1.07亿人 比上年减少47.88万人,下降0.44% 毕业生1740.61万人 比上年增加22.58万人,增长1.31%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里是下进强调 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关亭潮已经到来了 他说,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 以后会越来越困难 在幼儿园园长群里 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 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捉衣板凳 很多园长还在挣扎 但趋势已不可逆转 另外,随着人口未来 不断向城市集中 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 北京、上海、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 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